新聞大敗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好 我們現在看這個俄乌戰爭 好像已經演變成這個美俄對決了 特別是這個美國呢 現在還有大動作的送了蠻多的武器 已經前往波蘭這邊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畫面 其實這個美軍現在已經密集的 用這個運輸機 重型運輸機 接連抵達波蘭 一天大概至少降落6架 那是號稱為全球霸王3的C-17A 軍用運輸機 然後這當中還包含了72門的 155毫米口徑的榴彈炮 還有72輛的榴彈炮牽引車 還有14.4萬發的炮彈 以及121架戰術無人機 它同時還有租用這個波音747 也就是這個47UF 就是747的這個運輸機 陸陸續續把許多的這些 這個重裝 算是重裝的武器 已經陸續送抵這個波蘭 要來援助這個烏克蘭的戰情 希望這個烏克蘭繼續打下去嗎 那當然現在這個俄羅斯 也是滿不高興的 就是首先在今天有一個消息出來 就是它已經要針對一些 有對於烏克蘭援助的國家 可能要來進行第一波的斷氣措施了 因為本來大家是講說 5月份的時候可能是一個dayline 但沒想到提前 他說星期三開始 就是他們的時間 4月27號開始 要針對這個保加利亞跟波蘭 進行一個斷氣措施 我們這邊有放出 這個歐洲天然氣管線的一個分波 保加利亞的這個管線 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波蘭的管線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首先先斷掉 這個波蘭跟保加利亞 但是保加利亞其實他們的總理 才剛要去拜訪這個基辅 所以是不是有一點示警的意味 他說去到基辅是要來討論一下 接下來要怎麼樣的軍事援助 而波蘭其實這一陣子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一直跟著美國喊打喊殺 是最為積極的 波蘭還提供了這個T72戰車 所以其實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惹到俄羅斯先殺機儘猴一下 所以包含這個波蘭的公司 以及保加利亞的能源部 都有對國內已經宣布說 我們在4月27號已經被斷氣了 所以接下來恐怕這個天然氣 要轉向就是看看其他國家 有沒有辦法有別的管道 來提供它們 所以也引發整個歐洲的恐慌 據說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整個歐洲 大概天然氣的價格為之成長 大概成長了17% 不知道會不會還有後續的 一些相關效應 那歐洲 俄羅斯的天然氣公司表示說 大概截至4月26號 歐洲對俄羅斯天然氣的需求量 大概是降了一半 現在大概是剩下 5600萬立方米 原本是大概就是 1萬2000多立方米 所以大概是降了一半 也有可能是這個俄羅斯 已經開始陸續採取一些 斷氣的措施了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天然氣的關係 當然也讓這歐盟十分的緊張 歐盟是不是有釋放出一些善意 或者是說有一些和談的一個味道 他說這個是歐盟外交 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這個柏雷利 他有講說歐盟跟俄羅斯 應當要重建關係 這是一個任重道遠的過程 感覺上面好像算是對俄羅斯 有釋放一些善意 但是他同時也透露 他說現在對於俄羅斯能源的禁運 其實歐盟的成員國 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 他講到一句話還特別有意思 他說每次打給成員國的外長 打電話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會說你們在幹什麼 結果外長們都說 我正在採購天然氣 所以他就說很頭痛 沒有辦法 因為大家各國都真的很需要天然氣 那歐盟的專員是有講說 這個在2027年 歐盟將會對俄羅斯天然氣的能源依賴 降到零 可是這會不會有可能 只是一個緩兵之計 因為2027年畢竟還遠 到時候可能這場戰役沒有打了 所以我們說2027年才斷 那可能這些日子還可以繼續加減使用著 那所以我們看 那不能用天然氣的時候 我們看看那石油跟電呢 其實既然華爾街日報還講說 歐洲國家雖然天天把制裁掛在嘴邊 但是這對於俄國的石油進口量 卻是持續反彈 不少交易商甚至還通過灰色渠道來偷買石油 然後他點名了一些國家就說 他們其實購買石油的量 還有陸續在增加 這邊我們有一些數據 我來跟大家補充一下 大概是像是羅馬尼亞 愛沙尼亞跟希臘這些國家 他們進口量是大概比起上個月還翻了一倍 所以其實我不買天然氣 我買石油不是也是同樣道理嗎 只是說現在大家關注天然氣多一點 那我改個方向就可以了嗎 就連波羅的海三國是不是也用同一招 因為波羅的海三國也是對俄羅斯非常嗆 他們是完全站在美國立場出來喊打喊殺的三個國家 就說我們不用天然氣也沒有關係 我們用美國這邊 我們跟美國來買液態天然氣 結果俄羅斯的媒體竟然還放出這樣的一個消息 就說你們可是在2018年跟我們簽訂了相關的電力網路 這歐洲大陸同步使用電網的一個協議 所以他們竟然 最近我不買天然氣不買油 結果他們用電量倒是翻了一倍 那不是也是拐個彎在用俄羅斯的相關的能源嗎 所以也讓大家覺得怎麼會這樣 再來我們看一下美日電訊報 他講說烏克蘭總統顧問 就是敦促英國 因為現在英國當然是好像跟美國一樣 站在烏克蘭這一邊 大家合作比較緊密 所以他就說 那你既然有這樣的一個友好關係的話 那請你英國率先做一個示範 不讓一滴俄羅斯的石油流入英國 可是現在英國真的很慘 我看到一些相關的報導 說很多英國的家庭現在用不起烤箱 因為電費太貴了 還有三分之一的這個炸魚薯條店 因為英國人非常喜歡吃這個炸魚薯條 他說即將在未來的六個月 大概會倒掉三分之一價 還有洗不起澡煮不起這個馬鈴薯 甚至開不起暖氣 所以英國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馬上就可以看到這個平價超市 還逆勢成長 因為現在通膨率創下新高 包含了像是狗食 還有什麼羊肉 價格都是翻漲了一倍 倒是有一種東西的價格是調降的 是烈酒 因為現在大家沒有心情喝酒了 所以大家都不買酒 倒是烈酒的價格往下降 還有甚至有拋出這個 棄養動物潮 據說好像大概成長了百分之三十幾 就這一個月份 就成長了百分之五十三 所以增加的幅度非常的高 連波蘭人現在都這樣講 因為波蘭吸收了非常多的難民過去 大概有兩百萬難民 是直接跑到波蘭去 所以現在很多波蘭人就說 我現在感覺不知道到底誰是難民 我好像是住在家裡面的難民 因為越來越多的難民 跑到波蘭那邊去 讓波蘭整體的物價也變動得非常的大 所以很多波蘭人都已經吃不消了 所以他們講說 我自己感覺自己 好像比烏克蘭人還像要難民 那所以現在俄羅斯又發起了一個動作 他就說我們現在 包含了金磚國家 尚核組織 還有這個歐亞經濟聯盟 我們這三個聯盟 大家連成一氣吧 要來對決誰呢 對決美元跟歐元 所以金磚國家就是我們熟悉的 巴西 俄羅斯 印度 中國跟南非 還有尚核組織 尚核組織就是上海合作組織 就是以中國為首相關的一些合作組織 以及這個歐亞經濟聯盟 就是以這個蘇聯前蘇聯的這些國家為主的 那如果他們通通都開始去美元化 去歐元化 其實對美國來說非常的傷 我們先問一下委員 對 講這個 說什麼政治就是很虛偽 尤其國際政治 我快要一個消息講 這個俄羅斯的港口裡面 有一千萬桶的石油 在郵輪上面 停在那邊 這郵輪也沒有講說 他要到哪裡去 哪一條航線到哪個港口 沒有講 這個就開到海上 就混上什麼土庫曼的 還有其他的一些國家的石油 那就把它賣出去 三月份的時候 歐盟採購的這個俄國的石油量 降到130萬桶 一天 現在又到了四月又恢復到160萬桶 所以你說 能夠完全脫離 不要他的俄國的石油跟天然氣氛 像波蘭 波蘭今年的第一季 一二三三個月 他的天然氣 百分之53 自從俄國來了 所以現在俄國打算 不賣他天然氣要切斷 對不對 然後他說 我的廠量還很多 然後我又從外國進口這個 進口那個 你看到時候就知道 夏天 現在慢慢天氣變熱了 他們可能依賴度不會這麼大 可是要從53% 可以降到零嗎 有這麼神嗎 你剛剛講了 這個歐洲這個國家 他們要進口這個天然氣 所以要到2027年 才截止 就完全不用歐盟 因為他們想戰爭不會到2027年吧 現在才22年 那這個只要戰爭停下來 很多事情都好談 所以他們想法是這樣 你說你可以買 依化天然氣了 從美國進口 我跟你講這裡有很多的問題 有的是一個環保的問題 因為你設到東西 有的環保團體會抗議得很厲害 第二個成本會高很多 那你成本高你就沒有辦法了 日本本來福島發生核災之後 收了核電廠全部關掉 然後他們開始大量的進口天然氣來發電 我剛剛這搞了一年他們都受不了了 外貿赤字增加 而且增加很多很多 富不起嘛 天然氣那個成本又比核電廠的成本高很多嘛 對 然後日本就一週一週 核電廠慢慢就恢復 沒錯 所以這個到最後都不要吹牛啦 什麼最大 錢最大啦 經濟最大啦 而且你剛剛講 說這個戰爭的元序 比如講到難民的問題 我跟難民的問題將是未來一個 很重要一個因素 影響戰爭的走向的因素 因為難民你來 就像人家親戚 再好的朋友 親戚到你家來住 住一天很高興 一個禮拜很高興 他住一個月住一年 住兩年呢 你的感覺會怎麼樣 你的生活會大亂嘛 有了低薪的工作被搶走了嘛 是 然後本來要可以增加社會福利的錢 被移走了去幫助那些難民嘛 對 那你到最後 你自己本國人民 梅克爾後來為什麼會 他那個黨為什麼最後會選出 梅克爾下台以前 他的身外就開始跌 為什麼 因為他接收了很多的難民 是 東歐的難民 甚至一些 這個什麼敘利亞這些的難民 然後在難民製造一些社會資安的問題 然後呢 又影響到一些就業的問題 整個德國難民就拋棄那個 其實我是非常喜歡的 這個梅克爾夫人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戰爭現在才兩個月 你慢慢看下去 影響戰爭的因素 我覺得會慢慢越來越多 只是說什麼都可以不要 能源是不能不要了 尤其能源裡面的天然氣跟石油 像印度一樣 印度進口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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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天然氣 他買的不一樂富啊 美國怎麼施壓 他他都不理 為什麼 真正會講話是 是錢嘛 錢是萬能了嘛 那我現在可以買到 又便宜又充裕的 石油跟天然氣 我何樂而不為啊 那你每個叫我不要這樣 不要那樣 那你每個給我啊 你送我 我就不給二國人買 或是你用同樣的價錢賣給我 那就買 打完者以後的價錢 那我就買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難民的問題 聯合國是估計大概現在已經有 880萬人的難民可能會產生 那所以對於波蘭來說 當然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荷 對於歐洲各國 當然也是 因為現在大家為著難民問題 可能後面引爆的一些危機 又有加上通膨 這個掺雜起來的一個危機 讓這個歐盟 當然現在也得要釋放出一些善意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這個俄羅斯 有一個任重道遠的一個 重建關係的過程 我們來問一下大使 這個波蘭利亞 他是這個歐盟的這個 外交的這個負責人 所以他們這個 他們現在這個講法 確實是他們 他們就感受到這個 感受到壓力 感受到壓力 那麼歐洲 他們的歐洲的那個人員 多半都是從俄羅斯進口 那為什麼要從俄國進口呢 俄國進口 它是又直接有管線過來的 所以他那個過去 他經過烏克蘭 還有經過這個保加利亞 還有北邊的這個 這個北溪一號 這樣子就經過這個 再過來 後來是因為受到烏克蘭的干擾 所以俄羅斯在修這個 那個再加上第二 這個北溪二號 那麼為什麼不用這個 這個美國呢就希望 不要這個受到俄羅斯影響 來購買美國的這個 這個液化天然氣 就是LNG 液化天然氣啊 它的這個 它把那個瓦斯 那個天然氣 騎出來了以後 把它溫 把它降低 降到這個 零下100多度 170幾度 變成了液體 再這樣子 再用這個船 用特殊的船 再運到歐洲 所以它 運到歐洲以後 它一定要有特殊的港口 特殊的 來把這個 把這個瓦斯 再把它揮援 所以你想想看 把這個天然瓦斯 變成氣體 把它變成液體 再由液體 再用特殊的船 運到歐洲 運到歐洲以後 再把它特殊的 把它放 放 多了好多工序 所以這個價錢 高得不得了 所以聽 我們國內也常常講 我們運這個 外國的這個LNG進來 這個價錢 貴得不得了 那麼他們用歐洲 用俄國的管線 就直接由天然氣的管線 運過來 請問你 這兩個價錢 就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 現在歐洲 他們現在叫 拒絕俄羅斯的 那拒絕俄羅斯 從哪個地方進來 那麼他們現在只有 從阿拉伯 或者美國進來 那這個價錢太高了 所以現在說 等一兩年 才能夠建好的 這個接收站 但是在這段期間 怎麼辦呢 所以 這個是不切實際的 所以將來 他們無論如何 還是要跟俄羅斯 況且 這個天然氣 不但是 這個大家能源是需要的 而且天然氣 這個 像那個 甲肥 氮肥 它的生產 它是也是用這個化肥 由天然氣把它變 變出來的 所以 這個 光這個能源的問題 將來影響到 糧食的問題 糧食生產 所以它的問題 造成的 非常的大 絕對不能說是 我抖狠 說跟它怎麼樣 你像英國是最 在這個俄乌戰爭的時候 它是最 它的跳得最高的 現在5月1號 他們現在開始 他們現在已經 它可以用這個 蘆布來購買 這個天然氣 所以英國現在已經讓了 那麼 這個歐盟裡面的 這個英國已經開始 那其他的國家 現在都在改變 所以未來 他們怎麼樣 也 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大使是不是 因為俄羅斯握著 這一個 等於說別人的命脈 我掐著你的脖子 所以他才可以這樣子 底氣這麼足的喊說 接下來我要聯合 三大組織 一起來去美元 去歐元 等於說 算是一個經濟上面的 貨幣宣戰 你可以這麼說 那麼 這幾個組織 上和組織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俄國 還有 中國大陸 還有印度 只有這幾個國家 那麼 至於歐亞聯盟 這是俄羅斯的一群 過去的一群 中亞的一些國家 組成的 那麼另外金磚四國 所以這個情形 他們現在的 他們內銷 他們內需的話 用去美元化 而且改用其他的幣制 這就有可能 現在中國大陸的 他們人民幣已經開始了 還有印度的盧比 已經開始了 所以現在他們這個 很快的 很快就會推動 像這個情形逐漸 加上美國在這逼大家 不要用這個 不要用這個美元 不要逼了他們以後 他們現在都改用盧布 現在所以這個 所以今天去美元化 不是 不見得是俄羅斯的 是他們自己 美國自己造成的 美國自己造成的 影響很大 這個 好 我們會想董哥 其實大家記得拜登上個月去歐盟 歐盟最怕的就是說 我們的天然氣會不會斷貨 我們知道歐盟一年跟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 大概是2160億 這個數字你看起來有多少 美國現在一年給歐盟是220 拜登說跨口我年底我會再增加150億 那其實是車水背心 拜登還繼續講 2023年我就提供你們500億 本來220 還是不夠 對 還是不夠 因為差別太大了 這個天然氣就像剛剛大使手講的 因為你氣化要把它弄成義化 你要有一套設備 這套設備一套是10億美金 你如果要給他500億的瓦斯的話 要10套 那想想看他的開支要有多少 所以這個是非常貴的 那天然氣又關係到肥料 所以你將來整個歐洲或者世界的 糧食的市場就會開始漲價 這個是馬上就可以一級 所以剛剛一方委員所講的濫民 然後糧食 這些進來的話 濫民進來要吃飯 最重要就是吃飯 他如果沒有飯吃的話 女生可能就去妨害治安 或者妨害風化 男生可能就去當強盜了 那要不然他就搶你 當地比較下階層人的工作 我比你更便宜 那所以整個 整個很多國家就被改變了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問題非常嚴重 那我們沒有看到 看到就是說現在美國還繼續 他收拾他的這些周遭這些國家 繼續供應金融 最嚴重就是兩三天前 布林肯帶著國防部長 他們一起去 叫阿斯汀 然後就是說我們會再提供多少金融 會怎麼樣 那他們唯恐這個仗 沒有辦法打完 就繼續給你打 把這戰爭不要結束 不要結束最好 你們歐洲這些國家 盡量供應武器給烏克蘭 然後你們自己武器供應完了以後 再來跟我們美國買武器 所以就是這個概念 這個戰爭打不完就在這裡 美國人的私心非常可怕 那當然俄國不是好東西 不要把俄國當然他是一個侵略者 你還是要想想他去侵略人家 可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為什麼沒辦法 讓他整個戰爭停止了 剛剛一方委員所講的 梅克爾如果還在的話 這戰爭打不起來 他一路去安撫 而且他有辦法收動普丁 那他一下來的話 大家嘴臉就不一樣了 所以一個領袖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這個美國不喊咖 這出戲只好繼續演下去了 這場戰爭也不停止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東馬回來